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除了对象仓库当中所记录的该对象的属性之外的其他属性是作为它检查目标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标准检查点理解为是一个对象仓库的补充 是个对象仓库的补充 它主要检查的还是对象属性 它跟其他几个类别也不一样 其他几个类别检查点有专门的分类 有专门的分类有专门的检查的对象的类别 但是相应的标准检查点它不分对象类别 它检查的是所有各种各样对象的还是属性的值 还是属性的值 只不过这个属性值可能并不是在对象仓库里面所记录的属性值 而是另外一些特殊属性值 OK 那第二个叫做未图检查点 这个未图检查点检查是图片 科技体可以识别在一个被检查区域当中的某一个图片 在录制和回放时候是否一致 属于一个问题 它可以检查细化到这个图片的颜色值的变化 一个值的变化都能检查出来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去演示 会演示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 比如说颜色值的偏差在一的两个红色 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但是科技体可以检查出来 因为它可以细化到相应的相处点上 相处点上 这是未图检查点 然后第三个叫做文本检查点 包括文本区域 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检查的是网页或中文当中的一段文本 或一整个区域的文本 文本检查点就检查一段 文本区检查点检查是所有这个范围内的所有文本 这个文本在录制和回放的时候是否一致 然后再往下来叫可访问性检查点 那这个里面主要检查的是什么呢 检查是我的这个背侧的 注意一定是网页 一定是网页 这个检查点只能给BS架构的软件去用 也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背侧软件是一个CS的或单机的 就不存在可访问性检查点的概念 只有是BS才会有 那么检查什么呢 检查一下它里面相对的被检查的网页的页面元素 是否满足WCC的规范 WCC是一个组织 后面再去说 然后再往下是数据库检查点 那顾名思义检查的是这个软件 后面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库当中表的数据的值 在录制和回放的时候是否一致 但是请注意一个问题 它这个里面的时候 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个数据的值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个录制和回放 它可以设定为检查前和检查后是否一致 也就是换句话说 需要注意一个概念 跟其他几个检查点不太一样 其他几个检查点都是以录制作为实点来进行判断的 录制前录制后作为判断 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始终在去检查是 甭管是什么对象 在录制前和录制后 或者脚本的修改前修改后 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相应的这个值是否一致 或者说相应的状态是否在预定的状态上 它都是以录制来去作为实点的 但是数据库检查点当中 是否一致的检查点可以按照录制 也还可以按照手工的设置 也就是我可以在这里的时候 自己手工设置要检查内容是什么 而不用非得按照录制作为标准 所以它这个里面跟其他的检查的点的 算的检查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 最后一个是专门针对 XML页面文件的检查 XML页面文件检查 这边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们因为脚本的场景之行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去讲XML 所以这本线给大家去提一下 XML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另外一个很像叫什么 叫什么 你们刚开始第一门课的再往前的第一个阶段学 叫什么呀 什么叫做TML 全称叫什么 中文全称 超文本 标记语言 对吧 超文本标记语言 OK 那么什么叫XML的标记语言 是那个 8K的那个 Language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里面 XML叫做 可扩展标记语言 叫可扩展标记语言 它这种独特技术 可扩展标记语言 一个XML的页面 里面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可以随意去写 甚至可以包含中文 标签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中文 然后呢 但是它有个前隔的要求是 必须要求标签上承诺出现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这么一个XML页面 比如这里面 联系人 然后紧接着 姓名 比如说 网 二 小 姓名结束 年龄 二十三 年龄结束 性别 男 男 性别 性别 结束 可能再比如说来一个 学历 比如说高中 玩二小时小学吧 上了吧 二十三 活到二十三 但是学没有上过吗 小学 然后学历结束 最后 练习能结束 然后你就按照这样的拿几十本写完之后 存成后缀是点 XML的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XML页面文件 它就这么去写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这种形式这么像我们讲也是天文的标签 对吧 但是里面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是写的是中文 对吧 因为它里面有程度出现了 所以像标签对吧 而且里面可以用中文 大家可以用中文 而且里面都可以随便放 那它有什么用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会发现 如果把它换种方式变成是一个二维表的话 是不是就是数据库数据存储的方式吧 能理的意思吗 现在这其中是一行信息吧 就一条记录吧 对吧 如果在这里面有好多个姓名 比如姓名里面有王二小 有杆子有张三有利四 那时候就是一行一行的吧 包括年龄也如此 性别也如此 学历也如此 所以 XML在应用广泛 应用常语的最广泛的方式 它能够帮我做一件事情叫做 义步存取 义步存取 数据的义步存取 数据存取 以前我们在讲课当中 无论是开发还是讲数据户都属于叫同步存取 同步存取 同步简单例就是什么 同时 我要存数据 insert插个语句 insert into表名称 字段列表 values 字段值 对吧 一执行这条语句之后 值被插进去了 这是同步的 我去做一个相应的前端的一个HTM的一个页面的表单 里面去做一个用户注册 填入所有填入数据 点击保存 或者点击提交 后台数据库帮我把数据存到数据库表里面去 这叫同步存 同步取也是一样 我现在想做一个查询 查询当下我数据库表里面都有哪些用户信息 我一点查询出来所有东西 这叫同步取 一般说什么叫同步存取呢 随着用户的请求 数据马上就去给出来的这种方式 叫同步存取 OK 同步存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当数据量大和访问者多的时候 对于后台的数据库的压力会非常大 这个好理解吧 对吧 我访问的人特别多 我一次要看到数据特别多 那我对数据库的压力都会非常大 而且也不安全 也不 因此在不断的操作数据库 就有一种可能性 在被别人把数据库的这种相应的操作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安全性测试 只要有种方法叫色盒注入 对吧 那么色盒注入有一个前提就是 必须要求你的数据库的存取是 同步存取 如果你是异步的话 我根本攻破不了你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同步存取的时候 我才能回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同步存取虽然时效性很强 但是从数据的性能压力上 从相应的这个安全性上都会比较差 所以这时候我们想另外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发现存取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 数据的存取可能用户对用户来说 他经常查的来来回活的就是那几个数据 来来回就是那几个数据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想了一个方式 我把用户经常需要使用的数据拿出来 给他存在一个相应的 类似像这样的XMD的一个文件当中 那么也就是未来的时候 以前的方式 我在前台 我在前台 通过我的相应的增删改查的操作方式 直接去读取数据部服务器 这叫同步 对吧 这叫同步存取 那么现在呢 我发现因为用户每回过来看 比如我们在电商平台就点击特点 在电商的时候 对吧 我来后来去查 大家都查那些商品啊 对吧 双11他往出推那个 或双12往出推那些 推送那些相应的商品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对吧 但既然所有用户看的数据 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为了减轻我数据部的压力 我想另外一个方式 我在用户去做存取操作之前 先把数据提前一步 从数据库当中 升到一个XMD面文件当中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然后将来前台再想去读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直接去从这个XMD面文件当中去读 那同样的道理 因为用户去存的时候 来过去存也来来回忆就是那几个数据 所以我把存的东西先存到XMD面文件当中去 再去存到数据库里去 那么这种相较方式就称为叫做这一块 这一块就称为叫做一步存取 就是不是同步进行的 是一步转 是不同时进行的 这叫一步存取 OK 这种方式你从面上看感觉好像费劲了 对吧 但是它所换来的是什么 第一个数据库的服务压力就那么大了 第二个数据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你并没有带去 你真正去操作的去读取的不是数据库的东西 是我告诉你这个数据库 我给你认 我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换句话 哪怕你获取到了去用色谱注入的方式 拿到了去操作数据库的权限 你最后看到也是一个文本文件 页面文件 而不是真正去访问库的东西 也就是我让你看到的 是我想让你看到的 我不让你看到的东西 还在我库里放着 所以你的数据安全性就会分高 所以这种相应的 一步存取的那种方式会非常常见 这种方式进一步扩大 就出现了一个技术叫做中间间 有很多同学很替我这个名词中间间 包括像中间间跟继续使用方式 以前的阿甲克斯 对吧 它就是典型属于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方法 OK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在很多实际系统使用过程当中 它有这样的XML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或者这样的一些文件 那么针对他们进行检查的时候 专门提供了一个对应检查点 就叫XML检查点 也叫我们一般自己说 一般我们在页内自己读 XML得到XML XML这么去读 OK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先说的关于检查点的一个分类 成立的一个分类